究竟发生了什么 导致大熊猫集体越狱出头 这天美奶妈又跟往常一样 准备给熊孩子们发放盆盆买 美奶妈刚打开门上的锁 小家伙们就已经急得堵在门口 还时不时地把其他小伙伴推到旁边 自己抢占有利地形 而美奶妈把所有的锁都打开后 还清点了一下熊树 由于熊孩子太多 美奶妈担心自己等下控制不住场面 就叫来了奶爸帮忙 果然打开铁门后 熊孩子们就一个劲地往外冲 美奶妈眼机手快地抓住了熊孩子的后脖梗 然后把他拉了进去 谁料另一只熊孩子却趁机越狱成功 小家伙出来后 还得意地折返回去跟小伙伴们炫耀 把其他熊孩子急得是上翻下跳 熊踩着熊都拼命往外挤 虽然那有美奶妈拽着他们 外有奶爸顶着铁门 但架不住熊都是众 第二个熊孩子还是挤得出来 好在奶爸也趁机把门关上了 美奶妈也从旁边的铁门走了出来 之后他们又叫来了一个奶爸 然后一起将其他熊孩子分批放出来 但随着出来的熊孩子越来越多 场面也开始变得混乱起来 明明大家都有自己的盆盆奶 小家伙们却觉得别熊盆里的更好喝 就开始你争我抢 场面就跟小猪仔抢时事的 而奶妈不仅要保证 每个熊孩子都能喝到盆盆奶 还要防止他们四处捣乱 忙的那是一个手忙脚乱 慢慢的熊孩子们都逐渐吃饱喝足了 却唯独一个勤俭节约的小家伙 还在对每个饭盆逐一检查 主打的就是一滴都不能浪费 无独有偶 发姑奶爸也经历过类似场景 由于熊孩子们的体型都比较小 所以很轻松的就从栏杆的间隙钻了出来 然后发姑奶爸引着熊孩子前往盆盆奶的位置 偶尔也有个头比较大的熊孩子 出不来就在里面哼哼唧唧地呼唤奶爸 奶爸带着他们出来后 还会安慰他们 而熊孩子们也都乖乖地吃着自己的盆盆奶 没有抢别熊的盆盆奶 他们是真的能听懂饲养员说话 感谢观看